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欧重庆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我们香港最后老朋友 他是郭亦明 郭总编 郭总编好 你好 欧教授 是 郭总编 我们看到台湾的立法院 现在在选举招委 而且招委刚刚选举完毕 本来盛传国民党要让两席的招委 一个是在财政委员会 另外一个是交通委员会 财政委员会一直盛传是要让给黄珊珊 而交通委员盛传是要让给邻国城 结果引起大批的台湾中南部国民党的群众反对 而且每个国民党的立委的办公室 大概电话是被打爆了 中央党部的电话也被打爆了 最后是朱立伦 韩国瑜跟傅文旗都紧张了起来 觉得这个事情看起来难办了 但这个事情我们看到 柯混在那边也清楚了 林国城和黄珊珊本人也清楚了 最后最妙的事情是 民众党他们自己把票 而且是他们的八票 所有的选招委票 全部都投给了国民党 您认为这个局面 是不是民众党知道他们的大势已去 而且他们不再是所谓关键少数 而且变成就是柯混哲自己嘴巴所说的 不关键的少数的呢 不关键的少数 在这个问题上呢 确实国民党呢 应该说摆出的这个姿态还是不错的 希望呢能够让出一两个所谓招委 就召集人 大概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当然这样的一个角色 在立法委的这个架构 这个框架里面呢 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的 那么这也是表现出 国民党希望和白党和民众党呢 未来在立法院有更多的这个一个合作 但是现在看起来呢 民众党本身是本身的问题 民众党一是得不到太多的这个民众的支持 这一点在选举里面显示出来 更多的是从这次选举完了以后 立法会选举完了以后 内部的这个斗争 人事的斗争 内部的各种一样的一种这个情况 现在看起来呢 民众党呢 应该说用四个字来形容 叫做支离破碎 各自在唱自己的这个调 所以呢 在最后 尽管国民党摆出一个 生出了橄榄枝 希望有一个到两个的这个 这个招伟的这样一个位置 可以礼让给民众党 但看起来民众党自己觉得不合适 自己心知肚明 所以呢 才把最后他们本来本来想人家要支持他的 他把票投给 反而投给了国民党 当然了这里面呢 也背后有没有涉及到一些更深层的东西呢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但可以可以看得出来 有一点可以看得出来 民众党原先想要 特别是柯文哲想要在立法院 以八票的这样一个少数来扮演 关键少数 左右大局的这个 他的这个想法呢 现在已经彻底的破灭了 欧教授 是我们看到啊 柯文哲的角色非常奇特 也非常令人觉得叉舌 原因是从2023年10月 他本来呼声很高 所有媒体交点都在他身上 而且呢 他借着蓝白合与不合 把自己声望弄到极高 可是呢 到了2024年的2月底 甚至到已经到3月初 他的声望呢 就降到非常低 而且大家对他的人格啊 非常质疑 提起他们来啊 其实大家就好像有一肚子气 而且把他视为啊 是一个完全不守信用的小人 我们就忽然想起历史上啊 1939年啊 回溯到1925年之间啊 有一个人 这个人叫汪金慧啊 看起来这个局面啊 是有些相似 因为短短呢 14年里面汪金慧啊 从他本来啊 那时候还是国民党的 这个在孙文之后的党主席 最后呢 却变成他开始拐弯啊 要变成大家 纵使之地的汉奸 那就在他1939年的 这个一念之间 如果我们回看这段历史 再稍微对比一下 这个柯文哲 他身份上 或者是在媒体上 被大家所关切的 或者所认定的角色 似乎有这种类似的转折 您怎么点评 柯文哲这个奇特的 由胜而衰 甚至变成是许多人 人人喊打的角色呢 郭总编 这个关键的问题在于 他本身这个民众党的凝聚力 本来过去我们曾经在和您这个 我们在聊的时候呢 也谈到 他缺乏一个核心的理念 那么本身的柯文哲呢 又过多的放大个人的作用 那么个人的作用 现在选举完了以后 他既没有在大选里面 赢得任何的这个政府 因为和蓝营的合作 最终谈奔了 如果说当时真的是谈下来 那蓝营蓝百合 很可能就赢得了这次的大选 那他可能还可以拿到 这个副大位的这样一个角色 那就不同 是吧 那现在看起来呢 显然他当时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 他对于这个立法院的八席 民众党立法院的八席呢 其实他缺乏一个有效的一个控制 就这些人有的这些立法院伪的 有的听他的 有的不听他的 有的在A问题听他的 有的在B问题听他的 是他的没有完全的掌控 这巴菲尔的这个力量 于是他在社会上 在这个建制的这里面呢 他的角色等于是0 是0 没有角色 那就是一个民众党的主席 那民众党就是他一个人 那接着他 继续他一个人去表演 当然没有话题的时候 当然他善于制造话题 这是他的强项 但是也有这个话题啊 也有枯竭的时候 现在就是面临一个枯竭的时候 于是他就逐渐会这个 在政场上就变成一个 无足轻重的人 甚至因为在立法院 开场以后 他的种种表现 让人觉得 哎呀 这个人就是这么回事 于是他个人的声望 已经跌到了地点 后在手 是他也创了历史上的奇特记录啊 从急胜到急衰 只需要五个月 而且大家思维 他就是历史上的财富小人 有人把他拿作 和历史上的吕布 来做对比 但是呢 我看吕布啊 人家还小有善战 可是我们这位柯文哲 柯先生啊 他并不小有 也不善战 只是很喜欢 玩他的鬼点子 而且耍他的嘴皮子 再者 他的八位立委 根本不是机器人 不是机器人 就不可能在每个动作完全听他的号令 当然会出问题了 感谢郭总别的精彩点评 谢谢郭总 谢谢欧教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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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